哈喽 今天给兄弟们来一个挖四方坑教学 首先第一点 咱们先把挖掘机把它做平做正 把挖机把它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这样的话有利于咱们操作 因为想把活干好 咱们先把挖掘机的路把它修好 然后其实我的建议是一开始的话 咱不要先挖到线 地线有个二三十公分 咱们先把坑里面的大土 大土的话先把它挖掉 速度有点快 拿不住 我就能夹大一点 先取大土 取大土的时候 咱们不要碰到这个线了 因为这个线的话是我们的参导物 把线给碰掉的话 这个挖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参导物了 我挖的这个四方坑的话是这样的好 因为时间有限 我大概能录个十分钟的视频 然后我就简单的讲解讲解 希望对新手朋友们会有些帮助 我就这个边口的话我就不给它带坡了 就是没有坡的好 其实我的建议是把这种四方坑的话挖掘 其实最好是转着挖 就是不要坐到一个地方去挖 比如说咱们修这个边 咱们一开始的话 从后往前 看到没有 用这个边道边试的话 从后往前 然后来这个切 你要是从前往后的话 容易把这个线把它盖住 盖住的话你在扒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参导物了 你看咱们就说 是吧 先把这个 我这个场地的这个土的话就是不怎么板了 有可能说它这个口就是立的不怎么好看 反正大概意思是那么回事吧 然后咱们放土 就是挖四方坑的主放那个土 这个根据功力要求是吧 它是放一边还是放四边 还是说找车把它拉走 是吧 这个放土的话 你更进你自己的情况 因为你不能说你放到这个土 到时候你挖地还要坐在这个地方干活 我就给它挖个一米深嘛 咱也不用挖的太深 也不用挖的太浅 是吧 它浅的话这开不出来效果 太深的话 是吧 也不行 就挖个一米深 一米深左右 挖这个坑 我不知道这个十分钟的时间能不能够 我尽量挖快一些 这个边口的话 给它修一修 所以像我现在的话 就说咱们先把这边边口修完 过后的话 挖地最好是能往后退一点 因为我后面的话是一个院墙 退一点的话修 就是把这个 先把这个中间先把它挖出来 挖出来过后的话 你看像这边的边口 咱们也可以用反推的方式 反推的方式 同样的不要把线把它盖住 因为盖住线的话 就没有这个参道屋了 是吧 反推的方式 先把这个伤口 先把它找出来 找出来 咱们拿过 咱们先去 这个场地的 这个土质的话不行 你们也能看到 肯定这个土质 它太松散了 好 肯定挖出来的效果的话 肯定 肯定不是太好看 大概的这个方法和操作的话 就是这些 你们肯定就是说了 这个拐角 拐角处的话怎么搞 其实这个拐角处的话 咱们稍微 就是花点耐心 就是给它多挂一挂吧 因为这个拐角处 它跟 然后呢 看到没有 是修了吗 看到了吧 就是 左边 左边的话 这边边口 土太散了 把它修得 修得差不多了 这个深度 你看嘛 我说一米深的话 咱们 深度不够的话 咱们再往下来一点 不来了吧 就发这么深嘛 一米深的话 有可能说这个时间来不起 因为土多的话来不起了 行了 然后这边边口就这样了 就像咱们发机挪位置 挪方向 把挖机的话 把它做到这个 右边来 我先暂停一下 然后你们看到没有 其实我的 其实我的建议的话 就说我们人 坐在这个驾驶室里面的话 这个边口 我们眼睛去看这个 线的时候 最好的话 是让这个线 对着我们这个正驾驶室 因为这样的话 有利于我们操作 就是说你挖机 不知道怎么做 是吧 咱们可以这样来做 就是我认为 在修这个边的时候 咱们就这样做就行了 同样的是吧 咱不要挖得太可近 就是先往里面挖一点 比如说离线的话 有个二三十公分 不然的话 容易把线把它碰掉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不知道能不能挖完 我就 挖快一点吧 先去大土 先把大土 先给它取个大概 因为你一开始不要盲目的话 去挖这个线 因为大土取完过后的话 这个大体形状就已经出来了 好 你要说 是吧 一开始就去下铲土的话 去挖这个线 有可能说挖多了 或者说挖少了 到时候 是吧 你在想补的话 不好补 同样的 咱们从后 挖第二个往后退一点 从后的话 往前 先把这个边口 是吧 先把它找出来 我这个土字 我就不说这个话 话题了 老实说这个土字 土字确实 因为挖过挖的 场地上面都发松散了 要是那种版图 挖出来的效果 肯定要好看一些 你看 这个拐角处的话 我刚才不说了 把挖机走直 坐正 直接咱们就说 去切吧 切这个拐角处 有点耐心 慢慢的修 耐心 切这个拐角的时候 一定要把挖机 坐正 斗子的话 一定要拿正 不能拿鞋 拿鞋的话 它就不行了 拿鞋的话 它就会 把边口的话切多 或者说 或者说切不到 切不到 切不到边 这个边边角的话 是吧 差不多了 其实 发这个拐角处的话 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是吧 你看 这个拐角处的话 跟看到那个方法的话是同样的 不行了 前面塌方了 就这样吧 也不要说挖的不行 这个土字太不行了 下次我再给你们发教学 我就找一个 就是现代来说 这个土字要好 好一点的地方来发 然后你看 差不多了 差不多这个时候 咱们就可以 挪位置了 我再暂停一下 同样的 我们把挖机 再往右边做 还是用同样的方法来扒 然后呢 这一面的话 我就不给大家录那种长视频了 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等到最后了尾的时候 我来再给大家讲两句 然后我现在就暂停了 同样的 先取大土 然后呢 再来 再来修这种边 那前面那个边口的话 咱们把挖机做 做正 做平 然后咱们再来切 这个边口 我暂停了 然后这边也差不多了 这个地方的话塌方了 咱们再 再调换一个位置 再把挖机的话 再往右挪 然后这是最后的一个拐角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 咱们这个线好 最好的话是 正对着咱们这个人 坐在架势里面 这个人好 正对着他 这样的话 这个挖的话是效果最好的 然后呢 同样的 咱们先取这个大土 取完大土过后的话 咱们再来修边 我先暂停 然后这个是一个 最后的一个拐角 最后一个拐角的话 咱们把它挖掉 挖掉过后的话 这个拐角的话 挖的肯定是不完美 然后呢 咱们的挖机的话 最好还是要挪一下位置 再把挖机的话 往左挪 然后挖到左边来的话 咱们再来修这个 一开始起头的话 这个位置 如果说修完过后 还是不行的话 咱们可以再把挖机的话 再往右开 就反复的话 这样来两下就行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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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委的这个 这个活的话 然后这个四方坑挖好了 下来给兄弟们 看一看这个效果 如果说有帮助的好 给我点个双击 点个评论 感谢 他这个土字不怎么好 他